我叫郭子秋 我叫汤思雨 我们来美国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们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同一个大学 同一个专业 本科在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专业 现在在NIU读英语教育专业 我们俩高中同学 然后高一的时候是一个班的 那时候我们俩坐同桌 然后关系都挺好的 就是高中毕业以后 我们俩是一块抱着北语 学对外汉语 然后一块学了四年 因为我们一开始是挺想学跟语言相关的 就是我们俩那时候对经济 然后理科那种都不太感兴趣 然后就想学跟语言相关 但是又不想就是太 比如就学一门语言那种 然后觉得对外汉语可能又能学教育 然后又能学中文 又能学英文 所以就觉得对外汉语还挺好的 然后就想再继续 在就是跟专业相关的继续再学一下嘛 然后就升了NIO的TISO 就是跟大学学的可能还不太一样 就是他非常非常专 每一门课感觉都是就是为了你在以后当一个英语老师做铺垫的 就比如你要学英语语法 然后你要学怎么把这些东西就是清楚明白的讲给 比如从很小很小的小孩 就是幼儿园的小孩 一直到这个高中高中阶段的小孩 就是每个阶段的学生他要掌握的东西从语法呀 然后词汇呀各种方面都不一样 就是你要分得很细分得很清楚 他就要求老师要用很清楚很简洁的方式 把这种他应该知道的东西告诉他 就是因为你两人在一起学 然后你的作业呀论文呀或者考试 东西都是一样的 然后就相当于两人可以互相讲互相复习 岁数比较小的时候 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每天都在一起是特别重要 但慢慢的就是变得更成熟了以后 然后两个人关系也稳定了以后 就发展了互相就是不一样的爱好 所以现在就发展的方向也不是特别一样 我就主要就是跟吃的和健身相关 就是这两个我都非常感兴趣 而且我觉得就是自己的改变也很大 然后他的话就是长相 他开始健身的时候 我们这个爱好还是算是一个共同爱好 然后这样就是在他带领下 我就跟着他一起健身 然后登记长得稍微壮一点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健身表 然后我们每天大概的这么一个schedule呢 就是大概六点半到七点之间会起床 然后下午规定的是一个半小时的锻炼时间 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有氧和半个小时的无氧 有人一想这个健身餐什么的 就会觉得肯定就是水煮菜 鸡胸肉 然后粗粮什么的 但其实不是 就是其实你只要琢磨一下 怎么能把这些东西做的又好吃 然后盐又少油又少 然后你稍微计算一下这个热量的话 就其实能控制的挺好 其实在家有一个摄影棚 就是很方便是可以用女朋友当模特 然后在家练习 然后这样比较方便 因为在外面租摄影棚也是要很多钱的 就拍了好多女朋友的照片 对我相当于就是她练手的模特 如果要想待在这边的话 要解决身份问题 所以可能是先找一个实习 或者教育相关的工作 然后我们现在刻意时间再搞一搞兴趣 看以后能不能发展成事业 就是我们肯定还是希望能做一些跟兴趣相关的 比如我们 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相当于是小一点的平台 就是噪点 噪点就相当于是你加多了会觉得照片质量下降 但是你加少了 加的刚刚好的话 你就会觉得这个照片的感觉特别棒 所以就挺像我们要传递这种生活态度 就是又不多又不少 特别刚好的这么一种 原来在北京吧 你可能就觉得北京是家 然后你不管怎么样 你反正就是有爸妈 然后有朋友 有老师啊 同学就都在那 所以你可能不觉得 但是到了纽约来 因为你随时你要考虑你的身份呀 然后你学学业呀什么的 因为我们俩是想 就算以后你不从事跟教育相关的 那你的成绩拿出去 肯定也要跟人说你在学校学得很好 就从学习啊 各方面都觉得周围人其实都在努力 所以你肯定就要变得更努力 你才有可能能在这留下来 或者你不说留下来 你能在这就是干出一些成绩 然后再回去 就相当于你也没白来这一趟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